1997年端午节的前夜,一个叫做宗喜真的三十出头的女人,跌跌撞撞地推开了长春市某派出所的大门,她无力地倚靠着门框,斗大的汗珠在她的额头流淌,她一字一顿地说,警察,我来报案。 值班民警诧异地问道,你是哪儿的,报啥案呀?女人说,我叫宗喜真,我丈夫王伟杀人了。 值班民警将信将疑地问,大回事,你丈夫怎么杀人了?女人说,她把女人领到我们家,先把人家掐死,再烧掉,杀了好几十人呢。 值班民警闻到她浑身,散发着浓烈的酒味,以为她喝多了说胡话,安慰她说,行了,你回家吧,往后少喝点酒。 她表情木然地说,真的,我不骗你们,我们家的地炉里,还有没烧成灰的女人骨头呢。 值班民警说什么也不相信,还是一个劲地安慰她,回家吧,回家吧,下回少喝点酒。 她没赶回自己家,在漆黑的夜色中,摸索着来到母亲的家里,看到女儿魂不守舍的样子,母亲焦急地问,孩子,你这是咋了?是不是两口子吵架了? 她嫩嫩地说,妈,不是吵架,是她杀人了。 听了这话,母亲吓得脸色沙白,一下子就瘫软在床上。 姐姐一把扶住了母亲,对妹妹说,春儿,你快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宗喜珍说,王伟杀了好些女人,我不想替她瞒下去了,我今天到派出所报案,警察不相信我。 姐姐说,那咱赶紧打110报警吧。 姐姐用颤抖的手拨通了110报警,人家却说这事,还是得找当地派出所。 姐姐又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,派出所的民警说,我们刚才传唤了王伟,她说刚才他们小两口打架,她媳妇赌气来报的假案。 姐姐急事白脸地说,不是的,我了解我妹妹,她是个闷人,绝不会报假案。 值班民警说,我刚才通知了所长,你们把宗喜珍带来吧。 于是,宗喜珍的爸爸,妈妈,大姐,二姐,妹夫全家出动,陪着她又来到了派出所。 所长让她待在派出所的楼上,把她娘家人都打发回去了。 所长说,你要是怕回家挨打,今晚就先在这儿待着了。 宗喜珍赌咒咒发誓地说,警察,我真没瞎说,王伟是真杀人了,不信我带你们上我家去看。 所长领着四个警察跟着她向她家走去,到了门口,所长示意她去敲门。 她战战兢兢地敲响了门,丈夫从门经理一开始她,马上打开了门。 热情地说,春儿,你可回来了,这么晚了在街上溜,可别遇到坏人。 所长一看王伟这么疼媳妇,松了一口气,打着哈哈说,王伟,我们走了,往后别动手打媳妇啊。 王伟的脸上堆满了笑容,谢谢了所长,打着亲骂事啊,我疼媳妇还疼不过来呢,哪舍得真打。 我是跟他闹着玩呢。 所长领着警察转身走了,望着他们的背影,宗喜珍悲哀地想, 警察呀警察,我的话你们不信,今晚进地炉烧死的一准就是我了。 丈夫对她说,警察都走了,你在那愣着干啥,还不快进屋。 宗喜珍壮着胆子跟丈夫进了门,看到丈夫插上了插销,她吓得一屁股瘫软在地上。 刚才出去报案连惊带下,慌乱中她把高跟鞋都踢飞了,在外面摔了个跟头,身上要多埋态有多埋态。 她以为丈夫马上会结果了她,谁知她却打了一盆洗脚水,给她洗洗脚来。 她一边洗一边说,媳妇你咋那么傻呢,你去报案,有你啥好。 宗喜珍忘记了害怕,问丈夫王伟,派出所所长是你亲戚吗? 王伟说,我能有那么的好亲戚。 宗喜珍又问,那你咋跟她说的,她咋就信你呢? 王伟一边给她洗脚一边说,我就跟她说我媳妇精神不正常,看我跟女人来往就小心眼。 谁敢杀人? 我这么老实的人,借我十个胆也不敢呢。 宗喜珍说,那他们就信你了。 王伟说,可不,人家都信你神经病,所长还让我好好看着你,不让你到处乱跑呢。 宗喜珍无奈地苦笑了一下,怎么也站不起来,王伟把她扶了起来,擦了一把脸对她说, 你看你,身上的衣服造得这么脏,快换件衣服,跟我到和平大陆去一趟。 他俩在和平大陆还有一处住房,宗喜珍问,到哪儿干啥? 王伟说,那边地炉子里头,还真有些死人骨头,我去处理一下。 宗喜珍跟着王伟走出了家门,边走边寻思着,今晚处理的是死人骨头,明晚处理的就是我的骨头了。 我已经报了,他绝不会放过我。 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,我得想法留掉。 宗喜珍跟着王伟亮亮呛呛地走着,趁着天黑,他假装提携与王伟拉开一段距离,突然跑进了一个小胡同, 躲在了一个山墙下。 那天夜里天色漆黑,王伟死活找不着的,垂头丧气地走了。 宗喜珍确信周围没有埋伏后,撒鸭子一口气又跑到了母亲家。 他砰砰砰地敲着门,母亲一家吓得半天不敢言语。 他大声喊道,妈,我是喜珍,派开门。 姐姐扒着门缝看了一会儿,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,他一头扑进姐姐怀里。 姐姐,我报案派出所不信,我再也不敢回家了。 宗喜珍母亲说,110也不灵了,这可咋整啊? 明天咱们上市局吧,市局是最大的呀。 第二天是端午节,母亲和姐姐带着宗喜珍来到位于人民广场的长春市公安局报案。 值班人员说,上午我们要开会,有什么事下午再来吧。 他们失望地回到家里,越想越害怕,要是在家里等到下午,说不定早就被王伟那个恶魔杀掉了。 全家人六神无主之际,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,他战战兢兢地拿起听筒,里面传来二姐的声音,春儿,案子咋整呢? 宗喜珍说,上午去报案,人家让下午去。 二姐说,我们同事的弟弟,是兰家派出所的所长,我咨询了他,他说如果事实准确,他们可以接案。 宗喜珍和母亲立刻打车来到兰家派出所,详细地讲述了案情经过。 兰家派出所的民警非常负责任,他们马上派人跟着他,来到位于和平大陆的那所房子,打开门一看,地炉里的人骨头已经被人拿走了。 细心的民警在现场勘察,发现墙角的一个纸箱里有血迹,他们掀起院子里的砖头, 发现砖头下面撒着很多骨灰,他们包了一包骨灰拿回去化验。 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,骨灰系多个女子的,铁的证据证实了他说的是真话。 王伟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杀人,他和这些女人有什么仇呢? 王伟是个恶魔,却披着一张美丽的人皮,他长得很帅,是长春市有名的美男子。 二十八岁那年,他很招风,追求他的女人一个赛一个的漂亮,他今天和这个去舞厅,明天和那个逛公园。 见了漂亮妞就信誓旦旦海誓山盟,骗走了不少姑娘的针槽。 日子一长,总有露线的时候,渐渐的姑娘们发现了这个恶魔的真面目,便怜悯将他告上了法庭。 他因流氓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。 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,他在大狱里待了整整十年。 出狱后他无所事事,整天琢磨着找个媳妇。 他转悠到批发市场,一眼就看到在这里工作的宗喜珍。 宗喜珍1965年生于长春,父母在校办工厂工作,家里有五个孩子,他排行老三。 初中毕业后在菜市场干过临时工。 后来又调到批发市场工作。 他家和王伟家住得很近,王伟觉得他虽然长得不漂亮,可年龄却只有二十八岁。 时刻嫩草,他热情地和宗喜珍打招呼。 哟,这不是喜珍吗? 宗喜珍说,哟,王哥,这么多年没见,您去哪儿了? 王伟信口辞黄,我前些年到珠海做买卖,媳妇飞机师是死了。 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,我就回来了。 宗喜珍向他投去同情的一撇,这一撇增强了王伟的信心。 他开始死其白赖地追求宗喜珍。 宗喜珍对他漂亮的外表迷住了,觉得他长得特别像唐国强,在电影《小花》里的模样。 虽然他比自己大十二岁,可他从背后看,特像个小伙子。 人家好歹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,自己离过婚,模样又不济,能找着这么帅的老公,真是烧了高香了。 1993年6月,宗喜珍和王伟结婚了,俗话说角兔三枯,他们在长春市六马路,西郊路与和平大路有三个住处,周围同事都说他命好。 二婚头还能找着这么好的老公。 刚结婚时,王伟对他不错,他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,谁知好景不长,丈夫整天游手好闲,经常去舞厅跳舞。 1993年10月5日早晨,王伟把一个穿着风衣的漂亮女人领到他们位于六马路的家里。 那个女人叫于文霞,脸上长着一颗美人质,他和王伟认识十多年了,现在搞商品批发,想租个房子装货。 俩人唠了几句,于文霞看过房子刚想走,王伟突然用斧子猛击于文霞的头部,他倒在了地上,王伟用双手掐着他的脖子。 他拼命地反抗着,宗喜珍急忙用沙发坐垫捂住他的脸,活活地把他憋死了。 王伟把于文霞带的假金戒指露了下来,把尸体推到床底下,用风衣盖住,宗喜珍吓得腿都软了,急忙跑出去上班。 王伟出门买了一瓶空气清新剂,往屋里喷,转身到他姐姐家串门去了。 晚上,宗喜珍回家吃晚饭,躺在了床上。 王伟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,把于文霞的尸体从床底下拖出来,放到塑料布上,宗喜珍吓得毛骨悚然。 王伟说,你把脸冲墙,我不用你。 王伟把于文霞的尸体肢解后,挖出了心肝皮肺肾。 他开始把尸骨放在锅里住,后来又放到地炉里焚烧。 他贴一根皮柴放一块尸骨,火苗乎乎地窜得老高。 宗喜珍很害怕,王伟说,你别考虑那么多,睡你的觉得了。 1994年2月19日是大年初六,王伟又把一个叫朱姬燕的女人带到六马路的家中。 朱燕身高一米七,长得挺漂亮,宗喜珍的心略过了一次醋意。 王伟介绍说,杞珍,这是我们家的老邻居朱燕,我们从小一块长大,他在和平大陆的商场当售火源。 一听说这个名字,宗喜珍心里老大的不乐意,他知道丈夫年轻时追求过朱姬燕,人家没同意,这回就情人相聚,还能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吗? 王伟家有两间房子,他对妻子说,你在小屋待着别之声。 宗喜珍说,你可别再杀人了。 王伟说,放心吧,他要是对我好一点,我不杀他。 宗喜珍坐在小屋里,听到丈夫热情的童朱金燕老哥。 他一会儿给他煎饺子,一会儿给他炒菜,他在饭店当服务员时学会了烹饪手艺,整的菜像目像样。 俩人边吃饭边喝酒,朱燕既会抽烟又会喝酒,吃得很进行。 过了片刻,王伟走进小屋对妻子说,这女的要在咱家住。 宗喜珍没敢之声,晚上六点钟,他突然听到大屋里有搏斗的动静。 出来一看,丈夫正死死地掐着朱金燕的脖子,朱金燕用手拽着王伟的胳膊。 宗喜珍急忙上前按住朱金燕的双手,王伟用力一下,朱金燕活活被掐死了。 王伟马上把朱金燕的尸体肢解焚烧了。 宗喜珍问丈夫,你为什么要把他整死? 王伟说,朱金燕在外面有男人,我不掐死他,还给别人留着吗? 1995年1月11日,王伟又把一个叫陈敏的女人,领到自己在长春市西郊路的住处,残忍地把她捆绑起来,进行殴打后掐死。 然后他抢了陈敏的衣物,把尸体肢解焚烧。 1995年10月7日,王伟把一个叫赵明雪的女人,掀到她在六马路的住处,把她掐死后,从她的兜里掏出一千元钱。 她扒光了赵明雪的衣服,把她的尸体肢解焚烧。 干了几件杀人焚尸的事没被查出,王伟的胆子越来越大了。 一个多月后的11月22日,王伟又把一个叫苏玉芬的女人, 领到六马路的家中。 宗启真心想,邪了门来,丈夫领来家的女人都是大高个,长得都最漂亮。 她们有的是丈夫的就相识,有的是丈夫在舞场上认识的心相好, 她们怎么就一点没有警惕性,随便到男人家里呢? 正寻思着,突然听到大屋里有女人的尖叫声。 她出来一看,原来丈夫正在强奸苏玉芬。 苏玉芬挣扎着,王伟对她来了个先奸后杀, 宗启真不能容忍苏玉芬和王伟刚才发生的一幕, 帮助王伟把苏玉芬掐死了。 他们扒光了苏玉芬的衣服, 俩人一道把苏玉芬肢解焚烧了。 这回还是没人发觉,王伟更加有恃无恐了。 1996年元旦,王伟又把一个叫高丽的女人, 骗到她在长春市西郊路的住处, 用同样的方法害死了高丽, 抢了她的衣物后把她直接焚烧。 1996年2月4日, 一个叫王凤的女人, 跟着王伟来到她在长春市西郊路的住处, 一番温存之后, 王凤又不前面几位姐妹的后臣, 成了驱死的冤鬼。 1996年4月5日是清明节, 这本来是活人祭奠死人的日子, 可一个叫丽香的女人, 却跟着王伟来到她在长春市西郊路的住处, 王伟这个恶魔在宗祁真的帮助下, 掐死了丽香, 把活人变成了死人。 她摘下丽香带的耳环, 扒光她的衣服, 从兜里掏出三百元钱, 把她的尸体直接焚烧了。 1996年是王伟魔性大发的一年, 狡兔三窟, 她的多处住房, 为她的犯罪提供了便利, 她出众的外表像诱饵, 把一个个女人调到了家中。 这一年, 她用同样的手段害死了11个女人。 她实施的杀人犯罪中, 有的是先将被害人奸淫后掐死, 有的是将被害人捆绑起来, 进行殴打后掐死, 然后将尸体肢解焚烧。 宗喜珍直接参与了杀人犯罪, 在犯罪中帮助王伟武被害人的头部, 摁压被害人的肢体, 及分尸, 运尸, 直接参与杀人犯罪多人多几, 抢被害人携带的现金, 金银首饰, BP机, 打个打, 衣物等大量物品。 1997年5月6日, 王伟又把一个叫傅杰的女人, 舔到西郊路的家中, 傅杰当时38岁, 在长春市某单位工作。 王伟一进门就对妻子介绍说, 这是我以前的同事傅杰。 其实傅杰从来没有和王伟共过事, 他们是在长春市工人文化工跳舞时认识的, 王伟长得帅, 舞姿又很优美, 很快就迷住了傅杰。 王伟得知傅杰喜欢机油, 就谎称自己家有好多好邮票, 想和傅杰交换邮票。 单纯的傅杰倾了王伟这只色狼的话, 抱着一本集邮册就来到王伟家。 他坐在床边, 刚想看王伟的珍稀邮票, 王伟却让他把衣服脱得溜光, 拼命地殴打他, 虐待他。 最后, 又用同样的方法害死了他。 宗喜真问丈夫, 你为什么要把他杀死? 王伟说, 他的邮票足足值五万元呢? 王伟每害死一个女人, 都把他们的衣服扒光。 手势截留, 尸体肢解后装在纸箱里, 再搬到和平大陆住处的地炉里焚烧, 最后把他们的心肝掏出来, 用尖椒炒着吃。 有一天, 王伟招了几个人在家里打麻将, 打到半夜大伙饿了, 想学摸点吃的, 王伟从冰箱里拿出酱猪肝招待客人, 客人们吃后纳闷地问, 你们家这肝是咋卤的, 咋这么好吃呢? 王伟得意地笑着说, 我在饭店学的手艺, 我卤的猪肝是祖传绝技。 王伟家的床底下, 堆满了被害女人的高跟鞋, 王伟把这些女人的耳环, 项链, 手链, 戒指装在烟盒里, 与他们的BP机, 打搁大一道, 藏在厨房碧桂的家层里。 他们临死前的惨叫, 深深地刺激了宗喜珍, 他每天晚上做梦, 都梦见这些冤鬼在他的枕边哭泣。 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, 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, 扶了一瓶安眠药自杀, 被王伟送到医院救了过来。 后来, 他又拿了根绳子在家里的厕所里上吊, 又被王伟救了过来。 宗喜珍的心里非常矛盾, 告发丈夫王伟吧, 自己和娘家人就有可能被他杀害, 不告发丈夫王伟吧, 就会有更多的无辜女人, 惨死在王伟的魔爪下。 每次丈夫作案时, 他之所以积极配合王伟, 就是觉得王伟杀人杀红了眼, 而杀红了眼的人是没有理智的。 这时候你不去配合他, 就有可能被他杀害。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 他终于良心发现, 主动到公安机关报了案, 也为他报案时神情恍惚, 目光呆滞, 一身酒气, 加上王伟又说他精神不正常, 有些警察就相信了王伟的假话, 以为他们是两口子打架说狠话。 宗喜珍的娘家人是有正义感的, 多亏了他们积极报案, 才斩断了王伟的魔爪, 使其他女人幸免于难。 1997年6月18日, 王伟和宗喜珍被长春市公安局逮捕,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, 王伟作案十七起, 抢劫作案十五起, 抢奸一起, 宗喜珍参与杀人作案四起, 抢劫作案三起。 1997年9月23日,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王伟死刑, 宗喜珍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, 判处死缓, 其实,王伟恐怕并不仅仅是杀了十七人, 而是警方只查识了十七人, 形成了证据链, 在王伟家共搜出了女士皮包二十个, 女士皮鞋五十五双, BPG九个, 女士手表二十块, 耳环十五副, 项链八条, 戒指二十二枚, 女士皮大衣, 毛衣, 外衣, 内衣, 内裤等衣物一百三十七件, 焚烧的骨灰一斗, 带血迹塑料布一块, 装尸块纸箱一根, 斧子两把, 菜刀一把。 据一位研究犯罪心理的学者的朋友讲, 这位学者曾和王伟交谈, 说王伟不断强调人肉好吃, 这位朋友说, 估计王伟杀人接近五十人。 而在审理王伟, 宗喜珍杀人案过程中, 还出现了一起错据案件, 王伟被捕后, 交代1996年, 他的朋友潘崇敏, 是某汽车配件商店经理, 曾花四万元雇佣其杀害两名妇女。 长春宽城分局1997年6月, 将潘崇敏和他的妻子余秀珍刑事拘留, 经过长时间调查, 排除了两人雇凶杀人的嫌疑, 予以释放。 而且网络上还有传言, 说他杀死了自己的五姐, 并吃了他的肉。 他的五姐是有文化的人, 大学教师, 好像还是政协委员, 但是不是亲姐姐就不知道了,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。 被判死缓后, 宗喜珍就这样, 走进了吉林省女子监狱。 女球们的消息可灵了, 她们听说来了个吃人心肝的女人, 都特别害怕她, 女球们睡得是通铺, 睡觉时谁也不肯挨着她, 就连饭碗都不肯和她放在同一个碗架处。 女球们心里也有一杆证, 在监狱里, 经济犯的日子比较好过, 犯人们特别憎恨拐卖妇女的人贩子, 可穷凶极恶的杀人狂, 更看不起卖淫女。 宗喜珍的皮肤白嫩白嫩, 女球们总觉得这是吃人肉的结果, 她们一看到宗喜珍的饭碗, 就想到了尖椒炒人干, 谁还敢把饭碗和她放在一起呢? 看到女球们躲着自己, 宗喜珍也不跟任何人说话, 她表情木论, 像一个木头人呆坐在囚室里。 管教利剑看到女球们, 不愿挨着宗喜珍睡觉, 便给她安排了担任床铺, 看到她神情恍惚, 便寸步不离她的左右, 时刻观察她的动静。 宗喜珍面无表情, 眼镜里射出冷漠的光。 利剑一遍又一遍地找她谈话, 终于摸清了她的思想脉络。 原来, 她觉得要不是自己主动报案, 公安局到现在也查不出这桩连环凶杀案。 自己主动报了, 有重大立功表现, 可公安机关却恩将仇报, 把自己投进了大狱, 还怕了死缓。 早知道这样, 还不如不报案呢。 利剑和颜悦瑟地找宗喜珍谈话, 首先肯定她主动报案的一面, 同时又严厉地指出, 甭管是否被胁迫, 你宗喜珍毕竟是参与了杀人, 分尸和陨尸。 杀人应当偿命, 你宗喜珍参与了四次杀人, 早就该吃四颗枪子了, 可政府却给你留了一条命, 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坦白从宽的政策, 体现了法院对自首者的宽大。 开始, 宗喜珍不以为然, 对利剑警官的话, 这耳朵进那耳朵出。 利剑不死心, 仍然苦口婆心地开导着宗喜珍, 同时又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。 她不思饮食, 利剑给她端来了病号饭, 她干活手慢, 利剑又根据她的身体状况, 给她安排了暗宫的工种, 就是运烫服装的兜盖。 这个活很轻松, 宗喜珍一个星期就掌握了药领, 拿下了工序。 宗喜珍虽然不惹事, 不违反纪律, 但是整天沉默寡言, 利剑琢磨着这样下去人就变傻了, 必须让她与人有交流。 即使是与囚犯之间的交流, 对于医治她的心理疾患也有好处。 她三天两头地找宗喜珍谈话, 终于打开了她的心扉。 她对利剑说, 利管教, 我不想杀人, 每次都是王伟逼着我。 她杀人杀红了眼, 我要是不听她的, 她就会顺手杀了我。 每次作案我都害怕, 长时间的精神刺激, 我的脑子都木了, 到了监狱女贩们都不理我, 我这样活着还真不如死了。 利剑发现宗喜珍求生的欲望很强, 便反复做女贩们的工作, 对他们说, 宗喜珍参与杀人是被胁迫的, 要不是她主动报案, 还不知道有多少姐妹要惨死呢? 咱们应该关心她。 在利剑的鼓励下, 女贩们开始跟踪宗喜珍唠喝了。 慢慢的, 人们消除了对她的恐惧, 利剑又鼓励女贩们和她睡在一个通铺上, 把碗放在一个网柜里。 宗喜珍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木讷, 但心里却跟明镜似的, 她从利剑身上感受到了监狱人民警察, 对罪犯人权的尊重, 也以积极的劳动来回报管教们的关爱。 我们回过头来, 探讨一下王伟的犯罪心理, 可以发现, 她是一个典型的杀人淫虐狂。 她长着一副好皮呢, 特别讨女人喜欢, 有些漂亮女人上杆子追求的, 她也就顺水推舟假戏真做。 年轻时, 她以谈恋爱的名义, 玩弄了很多妇女, 是女人把她告上法庭送进监狱, 她在铁窗之下生活了十年, 这十年正是她身体健康, 性欲旺盛的时期。 她心目中的偶像是漂亮的高个子女人, 十年的性压抑, 使她对女人充满了渴望, 十年的铁窗生涯, 又使她对女人充满了仇恨。 当她出狱后, 首先要报复的就是女人, 而且是高个子的漂亮女人。 王伟出狱后, 最想娶的就是高个子的漂亮女人, 但她的犯罪强歌, 使她的欲望不可能实现, 她只好将就了宗喜珍。 宗喜珍长得不漂亮, 又是二婚头, 根本不是王伟的心中偶像。 当蜜月的新鲜劲已过, 王伟必然要去搜寻新的猎物。 她的心里已经扭曲变态, 她每折磨残杀一次漂亮女人, 都会有一种极大的快感。 她的多处住宅, 为她的作案提供了便利, 而公安机关迟迟没有侦破此案, 又使她有恃无恐, 变本加厉。 在这些被害的女人中, 有的是她过去追求的目标, 有的是她在无常上心尽搜寻的猎物。 毫无疑问, 王伟有病态心理人格, 有丧失伦理, 而且毫无顾忌的特点。 对于宗喜珍的犯罪心理, 我开始百思不得其解。 这些被害女人与她无冤无仇, 她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呢? 我苦苦地思索着这个案例, 突然, 宗喜珍向我讲述王伟时的情景, 在我的眼前闪现, 她用爱怜的语气对我说, 王伟年轻时的照片, 就跟唐国强在小花里的模样一样, 跟我结婚时虽然是四十岁的人了, 但是身材从后面看, 就跟小伙子一样, 可帅了, 她这种人到哪都着风。 因此, 宗喜珍之所以非常爱王伟, 是因为她的第一次婚姻, 就是被别的女人夺走了丈夫, 因此, 她对插足于他们夫妻之间的女人非常戒备。 当丈夫把漂亮女人领到家中时, 她的心里是很不情愿的, 那些女人与丈夫的调笑声, 深深地刺激了她的心。 当王伟第一次杀人时, 宗喜珍并没有思想准备, 她看到丈夫大清早就把一个漂亮女人带回家, 心里已经窝了一把火, 所以当看到丈夫掐对方脖子时, 她本能的反应, 就是用沙发垫捂住对方的脸。 害怕再一次失去丈夫的心理, 使她迈出了罪恶的一步, 这一步又成为王伟要挟她的资本。 王伟当着她的面去强奸别的女人, 这一幕更加激起她对漂亮女人的仇恨。 王伟又威胁她, 如果你告发我, 就连你和你的家人一起杀掉。 恐惧和仇恨使她上了贼船, 她不自觉地成了王伟的帮凶。 但是她的良心毕竟没有完全泯灭, 她每参与一次杀人, 良心都会受到谴责。 看完这个案例, 美女们还敢再喜欢小鲜肉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